作为圈内少有的号称嫁给爱情的女星,张新宇不明则已一名惊人,奏前公开恋情的同时也公布了婚事,让不少粉丝和网友都相当意外。 而时间到了8月27日,也就是今天,张新宇与军官和杰,备受期待的大婚之日终于如约而至。 据悉,两人在上海某高档酒店举办婚礼,但由于是军婚,加上两位主人公刻意低调办事,这次婚礼也是一切重简。 早前有网友曝光婚礼的现场,虽然该酒店被包酒席最低一桌,是14888元,最高25888元,但两人只小规模地邀请家人与朋友,媒体和记者没有接到邀请,加上去办会场也较小,比计只能百十桌左右,花费不算高。 接着是在昨天,新郎官和杰在酒店门口做准备,那时候被媒体拍到,当时的和杰穿着随意,身穿黑色胯带背心搭配黑色短裤,戴着一顶蓝色的棒球帽,看得出来心情很好。 站在酒店门口迎接提前一天赶来的好友时,他也与好友没一同在外抽烟聊天,看来是在分享自己即将大祸闲的心情。 下午是喜闻乐见的接亲环节,有现场的网友晒出十秒的接亲短视频,视频中将新宇穿着白色婚纱端装的坐在床上, 而新郎和杰则贴心的为妻子穿鞋,并朝众人甜蜜告白妻子,不是贤美是讲美,我跟你说,没有贤能称得上我老婆,那高兴的模样真羡慕SK二人了。 此外,张新宇和结婚里的伴郎伴娘团也曝光,从视频中来看,应该是男女各四位总共八人的规模。 而经过简单的辩认,伴娘团中有一个是张新宇的闺蜜江臣,另一位是林鹏,还有一名叫做许丽,而伴郎团中应该是没有明星,整体看来确实非常低调,请来的应该都只是自己的好友或者亲戚而已。 下午六点整,婚礼间婚宴正式开始,众兵可陆续准备进入婚礼会场,而在该楼层的二楼处,一次张新宇和结两位新人的长辈穿着喜庭站在房间门口迎亲,现场喜气洋洋,非常热闹。 婚宴正式开始后,张新宇穿着洁白的婚纱,一步一步踩着动神的音乐走向中心,走向自己的丈夫和结,随后,和结面带笑容,迎面接过妻子张新宇的左手,夫妻两人手牵着手,慢慢在思宜的祝福声中,走向主舞台。 而在这过程中,张新宇以美群板太长,走到一半有点阻挡了前进的步伐,新郎和结则非常细心,直接蹲向身为妻子整理裙板,生怕自己的新娘被绊倒了。 满满的爱意简直快要遇出屏幕了,看张新宇的面容,也满满的都是幸福。